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还有两天由这班年轻子女以现时流行的BL题材 创作的一个叫boys2舞台剧就要公演了 大家会否有兴趣去支持一下他们 这个舞台剧当中有爱有恨有欢笑有眼泪 从中大家可以了解一下 试下年轻人成长的时候 面对性别身份疑惑所遭遇到的情形 是怎样去处理 大家如果有兴趣看的话 可以在下面说明description的栏目 按一按相关的连结 收取进一步的资料和买票都可以 买票的话就寄紧输入推广码 Steven Channel 每一张成人票是可以扣减15元的 大家快点进入ticketflat.com Strokeboys2网页买票 支持下这一帮年轻人 现在我们要关心一下我的自爱 我的自爱是什么呢 就是iPhone iPhone14系列推出了一段时间 如果你是苹果粉丝的话 应该就一早就买了新机了 不过如果你还在想又未有订货 可能需要等多一阵 在国内河南省郑州的苹果供应商 鸿海集团富士康工厂 因为疫情风控的问题 可能会影响到iPhone14手机的生产进度 富士康郑州的厂是iPhone14手机的主要生产基地 他们的负责人说 园区已经是尽最大的努力 做到生产和防疫两边都要做得这么好 在确保员工健康安全的前提之下 他们是会全力组织好无疫情车间的生产 当前就是由于刚刚生产的高峰期 产线对工人的需求是很大的 富士康已经是实施了 和闭环管理这招 这招都出来了 要来因应动态清零的政策 在中国生产的供应商 一定是要提升封闭生产的效率才行 目标希望能够达到平时生产的同样水准 这当然可能会提升了制造成本 你闭环管理不准人出去 你要提供一切的设施 线食 服务 给员工才行 富士康在10月13日 已经开始动员在外面居住的员工 返回来集中入住宿舍 酒店 学校等等这些场所 富士康紧急地采购了一批防疫物资给员工 他们公司还成立了专职的感染员工转运小组 确保感染员工可以及时即刻去到政府 或是公司设置的一个规定的区域来隔离和治疗 为了降低疫情可能产生的风险 虽然做了这么多功夫 郑州厂区里的感染人数 居民都继续扩大 路透社还报道说受到疫情闭环管理的影响 这间厂11月的iPhone出货量 最多有可能是削减30% 航海集团现在很努力地提高其他厂房的产量 特别是深圳厂房的iPhone产量 国内的疫情防控措施这么厉害 做得这么严谨 去得这么行 但感染个案仍然是继续发生 广东省的疫情有升温的迹象 根据广东卫健委的消息 前日广东省新增了757宗本土个案 其中广州还是疫情的重灾区 新增的感染个案有527宗 比起前一天的191宗多了336宗 是属于疫情以来的 广州单日新增最高的记录 根据《广州日报》的报道 广州今次这一轮的疫情 呈现输入的途径很多样化 落地阳性回到广州人员的职业分布 也有很多样化 而这些阳性个案的轨迹 亦是相当复杂 目前天河、沙海街、沙刀、沙东街 好几条的街道已经是不准堂食了 花刀、白云、海珠、天河 部分街道的中小学都不可以上学 荔湾13条街是实施临时管控的 KTV、戏院和娱乐场所当然不用说都要暂停营业了 餐厅都是暂停堂食的 另外广州天河、征城六个区 昨天都展开了全区或部分街道 又来过全民核酸检查 广州市委建委副主任 亦是新闻发言人 前天说今次的疫情和以前不同 是绝大多数的感染者都没有征作或轻症 变异后的新冠病毒的潜伏期又较短 社区人群中出现了一些隐匿的 隐藏了的传播链 令到他们要防控疫情的难度大大增加了 其实是否真的要这么执着清零这个目标 如果病毒已经扎根在社区 你要斩断的传播链 将病毒完全铲除 真的有没有可能做得到 内地的疫情都相当之繁复 其实在国内做生意的人都很傲劳 就昨天早上才突然发出通知 紧急要关闭上海迪士尼度假区 现在的园区里面的状况就是 你没得进也没得出 目前是所谓不进不出 上海官方微信公众号上海发布 就发布了一个通知 一个叫上海迪士尼度假区 发布暂时关闭通知 就说根据疫情防控的要求 上海迪士尼度假区 包括上海迪士尼乐园 迪士尼小镇和声源公园 即日起暂时关闭 即刻声下 恢复运营时间一旦明确便会再告诉大家 至于滞留在园区的游客 如何处理呢? 上海发布表示 现在的园区是你不能进也不能出 在园区里面的游客 就要等到现场的核酸结果是阴性 才能够按现场指挥离开 我想对于小朋友来说 开心都未定 因为可以在园区里面玩久一点 浦东新区防控办都安排了工作组 进入度假区 在现场做统筹工作 快速作出流行病学的调查 安排判定风险的人员和医护人员 入到园区 有秩序地展开在园区内 所有人的核酸採养 他们希望做到应彩尽彩 不留一人 一个都不能少 去到昨天下午5点 上海发布又有引述 浦东新区的防控办法 已经完成 全部在园区之内 游客的採养工作了 另外提醒上个星期开始 入到园区的游客 都需要三天三检 现在仍然是做得这么严谨的政策 都是相信中国才能够做得到 究竟这个方法 是否真是一个最好应对疫情的方法 我相信总有一天答案都会出来 我真是比较肤浅 如果大部分人都不是这么做的话 我想跟着大路走 都可能有点好处都未撑 不过这样 这个观点可能是太夸杂 幸好我们中国是地大脈搏 人口更多 经济还在起飞当中 内循环一段时间 应该都不会有很大问题 照这样看下去 香港希望能够和内地通道关 都很渺茫 中国香港就没有这样的能耐了 要复尝的步伐 一定要走得快些和前些 其他的不要说 只是说旅游业已经看到有多大的危机 新加坡年初放宽入境旅游限制 根据当地旅游局的数字 今年头九个月已经有370万入境的游客人次 主要都是来自东南亚国家和澳洲 数字是回升到2019年同期新冠疫情之前的四分之一 看回香港九月底实施入境零加三 去推动入境旅游团 真的没有什么帮助 旅客都会去到周边的地区旅游 如果年底之前都不推行零加零 又或者用一个特别的方法 叫做成全入成全出 封闭式的闭环式的旅游 这些方式来过渡 放宽游客入境的话 旅行社随时会有更多的倒闭潮 根据香港旅法局的资料 今年头九个月 我们只录得大约25万访港人次 2019年同期 猜不猜是多少呢 是4,676万 这个对比是否很惊人 真是吓死人 好 我不想吓大家 我想大家开心点 智云有礼继续进行 大家只要在下面说明 description的栏目那里 按一按发再生的连结 填寫简单的资料 方便我们联络你们就可以了 除了可以得到一次免费头皮检测 和一次免费療程服务之外 今次还会送给你一个贵完美 养生强体加滋润养颜的即饮汤包 饮用这款汤包是超容易的 最适合繁忙的都市人 你加热三至五分钟便可以喝 绝对是没有添加微精 没有防腐剂 也没有人做色素 也没有额外去添加盐 采用了高温高压灭菌的技术制成 可以常温保存 今次真的可以由内美到外 如果你很想买更多这些汤包 还有一个好机会 头皮检测之后 你可以用八折来买这些汤包 养生强体汤包的功效很多 包括清热养肺 保老抑神 健肺潤醋 健脾去濕 益气化痰 大家快点行动 一起看看这些汤包 究竟有什么好处 都市人生活节奏紧张非常繁忙 要自己煮一口汤水来喝 多难 不过不要紧 桂圆尾有新的产品推出 桂圆尾除了帮助你外在好美之外 内在美也照顾 它们有五种汤包 健脾 健肺 保老 去痰 保护喉咙 各式其式各样都有 这些汤包是没有味精 也没有盐 相当健康 而重点就是 只要将它们放在热水里面 五分钟就可以饮用 是否很方便 如果你也想买的话 很容易 上你HAE Shop 网购就可以了 又或者你喜欢的话 可以去法序生的中心 或者是桂圆尾的中心 整个头 护理一下头发 再买一些汤包回家喝 也可以 下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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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再见